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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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在韓國發展的鬼鬼 今天特別反台語粉絲過生日 現場來了神秘嘉賓 送上祝福 讓她感動到流眼淚 你發了 好笑 有點感人 我幹嘛就沒有想過去的來本 天啊 看來鬼鬼想男人想瘋了 連身願望也不放過 我第一個身願望是在排舞的方式 然後 我希望你趕快找到親愛 不錯 你怎麼想要 再講一個 找一些 不會不會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沒和兩位好朋友見面 竟然大爆料 卻反而害到自己 這件事我終於可以在媒體前面講 我認識她此年 我不知道她有交過幾個男朋友 是 所以你的有藝人嗎 我的 有 我有 好老實喔 對 郁哲也是像是真的在台南 他只是一個節目 但是你也知道我的人生中 的確是有藝人的男朋友 對 你們大家去翻一下 翻一下那些目錄就知道了 對 大家臉都綠了色 想說怎麼會有一個女藝人這樣 因為我太久沒講話 你知道嗎 就是我已經記得在下面翻白眼 想說好了夠了 不要再說了 簡單的到時候我一定會被罵 我不在乎 就是我覺得今天 你長大 你真的長大 我覺得人生呢 就是要活得快樂 自在 自由 奔放 這樣子 那曾經情同姐妹的 黑素惠妹妹只來兩個 快樂嗎 也不是每一個人感情都很好啦 還好還有兩位 報導